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从最近相当红的红米机 红米跟小米开始 对对对 可是今天大家可能主要都是谈这个手机的部分 那科技新报这周有一篇很日门的文章就是在讲那个红米手机 它会传资料到中国的伺服机上面去 那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真的假的 就是说大家会怀疑说这样是不是用大陆手机就会有木吗 什么的 那有香港的网站他们做了测试 诶说证实是说会传一些资料回去 但是事实上呢 不论是三星或者说红达电 他们也都会把一些资料传回去他们的伺服器 这个是确定的啦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做 只是说红米它可能做的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这样子会不会大家会担心 那我的隐私什么的部分 应该在讲如果就要传你隐私的部分 就要传照片上去嘛 对对对 那就会用掉很多的流量 那基本上就不会 因为你可以查到说 我传了多少出去 那其实传的量很少 那主要就是说 可能只是比方说 档案的Meta的资讯 或者说这个档案的这个名称或什么的 可是它不会把整个档案就是传上去 或者说它只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使用 它用了多少图片的空间 或者说它使用这些软体的行为是什么 比方说它一天开的APP里面 最常开的有哪些 就列一到二十名出来 然后传回去 这个连Google其实都有在做调查 所以它涉及隐私实质的内容 它是不会做传送 对 他们还特地还发了官方声明说 他们没有去传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陆的手机 或者是说它的资讯产品 好像常常都会被质疑 之前不是那个华为 对 也会担心 也会 对 美国他们也是禁止用 其实他们都应该多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是针对这样子 针对一些照片去做 可是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 我觉得是还好 因为它 除非你是它的目标的这个 要收一只要人 不然是一般一般很少会去这样做 除非是被特别锁定的对象 对 不过这可能也不是 人物啊 对 那其实大家现在都会去担心这种东西 所以说你使用云端的资料 其实都是要 你没办法去注意它 因为你已经同意使用了嘛 那你只是说 我不要放太多隐私的东西进去 就像说我们讲说Google好了 那它的Gmail不是很 大家很常用吗 对对对 可是其实它都知道你的使用行为 跟你的秘密 丢相关的广告给你嘛 对对对 常会这样子啊 对啊 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你以前上网的话 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变成一串数字跟行为 传到事物器上面 那它就去判断说 这个人喜欢什么 这个人喜欢什么 可是它不会知道是 这个人是美丽 它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对它来讲 这只是一个号码 比方说10238 这个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在法律上 这样是许可的 所以说我只要不要把这个东西 对到是谁就好了 OK 所以有时候 我们譬如说打开Google 就常有一些广告跳出来 那可能就是我们之前使用 譬如说也可能有人 很喜欢漫画好了 或者很喜欢电玩 那他可能就是在广告 那个栏目上面 是会特别出现很多这种东西 哦 它也是根据你可能过去搜寻 去过哪些 对对对 网站啊 然后 对 那它根据不是说 直接看你去哪些网站 嗯 比方说你去联合 经文网 或者说任何什么天下杂志 什么随便 任何一个网站 他们都有挂很多广告嘛 对对对 那你就知道 我最近可能买 去了 我的举例 比方说我去买一个衣服 一个美国的品牌 我去问他的网站 嗯 那你就会看到 比较多服装的广告 因为他知道你去过 这个服装的网站了 嗯 或者说你去过 Uniculo了 嗯 他就丢Uniculo的 竞争对手的产品 的广告给你看 哦 好 或者说你去看了车子 他就会去丢车子 广告给你看 嗯 这个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会看你的 电脑上 去了哪些网站嘛 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嗯 不过我看那个 香港手机讨论区啊 那些使用者 他们还是 就是陆续又提出了 一些质疑 有点 就双方有点 交锋的那种感觉啦 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个 还是有点不放心 没错 特别是像影音软体 可能都有什么 木码什么的 对对对 这其实都会是 你使用手机上 会比较会发生的事情 嗯 那你用苹果的iPhone 其实也有可能 就是说 只要你用了一些 比较奇怪的软体的话 都几率都蛮危险的 所以尽量就是 不要使用一些 来路不明的软体 对 而且有一些 太过于 私密性的资讯 对 真的不要放在 那个云端 或者是放在 之前还有说 有一些手机 譬如说 记事部嘛 这种还会被 被入侵啊 就是Android系统的 我就觉得好可怕 因为我们常会把密码 像我本身就是耶 微保密码什么 因为现在使用的账号密码 太多了嘛 有时候手机一滑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这有可能也会有外泄的风险 我自己是这样啦 就是题外话都好 因为我们可能会逃去大陆干嘛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会准备第二个手机 或说你要装一些大陆软体 就第二个手机 比方说你就买一只小米 买一只什么随便 那你自己可能用另外一只手机好了 主要的 那上面你的隐私就比较少嘛 那另外那一次就是说 可能它是拿来抽奖啊 或是拿来 拿来就是装一些有的没有软体在上面 那就是你不用来说 这要会被歪泄这样子 对 但是就比较麻烦啦 就跟脸书一样 我们像去很多网站不是说都要登录脸书账号吗 对对对 其实大家都很自然就去按对不对 嗯 那也有风险吗 其实也是有一些风险 因为它还可以存取你的那个 好友清单或干嘛的 它是不会干嘛 但是你就觉得不舒服嘛 所以对对 或者你要看一下什么抽奖 像我们大家的情况讲 其实也会去填一些资料嘛 所以你也针对那个 然后做一个专门是抽奖用的 专门是登录网站用的脸书账号 那跟自己的脸书是分开的 嗯哼 觉得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 好 所以现在资讯太过流通哦 就是带来很多便利没有错 可是大家也要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 所以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哦 好 那有关于手机的讯息 其实最近还蛮多的耶 嗯 像之前台湾不是有报道 就是说有那个夜市啊 然后小吃摊的老板 不欢迎过客的话手机有吗 对 我开始就是说 诶 进到餐厅一堆在那里的手机啊 做一些研究 诶 刚好最近纽约就有这样子的研究 所以 很多使用者他们就是 到餐厅都会用手机嘛 嗯哼 那餐厅就会研究说 诶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哦 哦 他们拿2004年跟2014年来比较 嗯哼 十年间的 在2004年的时候 大家就是 进去店里面嘛 嗯 然后 拿到菜单 45桌的客人里面 有三组说要换位置 嗯哼 很正常啊 嗯 那个时候客人要花8分钟来 瀏覽菜单 然后再点菜 嗯哼 然后第一道菜有6分钟 面料准备好吗 嗯哼 然后呢 45桌的客人里面 会有两桌 说啊这个菜不够的 再把他丢回去 再加热这样子 嗯哼 然后吃完之后呢 呃 5分钟就是客人就会结账离开 你有拿到一个账单吗 5分钟大家都会走了 那进餐厅到离开的时间 平均时间是 一小时 嗯哼 对 蛮正常的 嗯 对 这10年前 这到2014年呢 45桌的客人里面 有18组会不满意 他的位置要换 啊 这是变得越来越高拐 还是什么 对 越来越高拐 然后呢 就大家就是 打电话啊 或者说对他手机啊 看游戏啊 嗯哼 然后 他们就要去问问看说 诶 能不能连接餐厅的Wi-Fi 然后平均要花5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 他Wi-Fi的密码 或什么的 我说 那个Wi-Fi很慢 好 问问看 然后呢 大家都还没有问到菜单哦 菜单都还比较慢 嗯哼 所以平均客人坐下来 点完餐要21分钟的时间 比之前的8分钟 要更长了 嗯哼 然后第一道菜还是上来嘛 还是6分钟内就会上来 第一道菜 嗯哼 然后呢 45桌客人里面就有26组会去 拍照 拍食物 然后有一半的人要去拍食物 花3分钟 现在很多人喜欢这样子 对 然后其中14组会互相拍照 然后要花4分钟的时间去拍 大家彼此的照片 有9组客人要要求把菜送回去 也是比之前的两组要高 嗯哼 但是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滑手机 所以说餐点变凉 凉掉了 哦 对 然后有27组要求跟服务生合影啊 啊 然后里面有14组会要求再拍第二组 因为他们不喜欢第一张照片 天哪 所以就要把服务生的鲜料跟鲜牙断面 时间再加上去 嗯哼 就要再平均5分钟以上 嗯哼 那服务生就没有办法去顾到其他的客人 嗯哼哼 那从吃完到买单要花20分钟 比鱼牙的5分钟要更久 哇怎么搞那么久啊 对 所以呢 现在开始就是说 大家都不想出来就是说 哎 进到餐厅跟离开的时间 大概已经是一小时55分了 哦 那多了快一倍时间 又增加了快一倍的时间 对对对 可是这个罪魁祸首在哪里呢 应该是顾客自己吧 对啊 顾客跟手机啦 嗯哼 你会觉得说手机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上面 你会知道说这个餐厅的菜好不好 直接会有评论嘛 对对对 那大家会更有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说我的位置就会想换 难怪因为这个调查 据说是起源于这个餐厅近年来接到了一些客宿吧 然后他们觉得说 哎是不是自己的服务选选降低啊 菜顾客不满意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问题原来出在这里 OK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台湾夜市的这个摊商的这个反应也有点类似 对啊 以前可能十分钟吃完嘛 对对 你要算那个翻桌率嘛 对对对 你这边哗哗哗哗哗哗哗 你又30分钟好 我就少了两组客人了 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真的 日本也有发生这种情况 哦 日本他们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低头族就是在看手机 对对对 那日本他们就是更新的就是叫亚巴族 都不讲话了是吧 对 日本他们使用手机虽然比别的国家买 他们的赞长速度很快 那他们就会在十字路口上面用手机啊 大家走路就会不小心撞到别人啊 或者说 太多人挤 可是日本他们就会 自动的就会避开 然后就是说 那么多人用手机 他们还是不会撞到 好强哦 没有眼角月光了 他们也不会让这个手机啊 叫到手机叫到地上啊 或什么的 那日本其实他们就会 出现就是说 叫做智慧型手机走法 啊 这个是新的这个撇步吗 对对对 他们是拿手机就要怎么走 其实这是要花时间的 他们发现说 你边手机 边滑手机边走路的话 你的视野范围缩小到只有5% 对 你只盯着那个小小荧幕嘛 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嗯 这是没错 那大家就是要去控制这个东西 嗯 就是叫亚巴走路啦 对啊 也蛮有意思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 就是在网站上面也看到一个 应该是NTT Docomo 拍了一个模拟的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其实不长啊 但是蛮有意思 就是说在那个色谷 就是西部亚 大家那不是很复杂的路口吗 对 潮水一般涌来的这样子 然后大家如果假设说 每个人可能有走路有快有慢 好那可是如果大家都拿着手机在滑的时候 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他说有平均会发生400多次的这个半倒 或者撞到这个事件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应该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个看起来还是觉得蛮恐怖的 对啊 那当然人其实会去适应这个环境嘛 比说人的有点就是说 不论什么艰难的环境 我们都还是会能够去适应它 好 不过最好走路还是不要滑手机啦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很好 之前新闻就常有那种在路上走 然后就被车子撞飞之类的 所以真的还是大家要小心一点 没有差那几分钟的时间啦 这是我们使用手机的一个 应该算是礼仪跟习惯 可能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咯 再来就是说 Nokia跟微软的事情 又有一个逼竞的变化了 我很想要裁员 就是说有1万8千多人这样子要被裁掉 他之前不是才收购那个Nokia吗 对啊 就蛮多的 那他们今年4月完成收购Nokia的话 微软就变成有12万7千名员工嘛 好多哦 对那他那份材料15% 那主要还是因为我收购了Nokia的设备跟服务嘛 那无论他他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他要裁测的员工有12500名是从Nokia来的 所以他就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个裁员的动作 可是他这样子目的当然是应该希望能够提升 对准准成本 提花整个企业整体的利润嘛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当时被收购Nokia 甚至于芬兰政府来讲会不会不高兴 还好 因为核心还是在深蓝嘛 那比如说手机制造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就不要做了 就在无论做 那无论的话变成说他整病的话 他要把他的云端服务跟软体服务 跟这些行动装置做些整合嘛 那他就要想办法让他能够去转型 我这个裁员幅度应该算是有史以来吗 所以幅度最高的一次 算蛮高的 那无论他一年可以省下24亿美元的成本嘛 这消息一出来之后 他股价就涨到44.5块 这是他14年来的新高哦 也就是说无论他其实 他还是一个获利经济母的公司 那不论是裁员还是说收工 或者说就他手机卖不好啊 其实他还是很强 因为他的制服器跟消费性终端产品 其实还是蛮强的 他有很多营收在这些旁边 都是应该是很难的影响 但是听起来是蛮恐怖的 一万八千人 算是一个小镇的人数了 刚刚提到的这个Nokia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的起源是来自于芬兰 那芬兰当时也因为Nokia 变成一个北欧科技业的象征 也代表他的确有这样一个创新的实力 可是当然近年来Nokia的手机是 大家都看得到他是业务严重的这个衰退 那最后就被卖掉了嘛 对芬兰来讲会不会觉得他们的国宝就这样陨落了 觉得很凄凉 会可是他们就会转型成新的东西 最近在转型嘛 对做软体啊做网站啊做各种新的服务嘛 比方说我们讲那个Angry Bird的芬兰公司 叫Ravion 他们就是从回来来的啊 他卖的游戏其实量还蛮大的 然后他还帮查德罗塔斯他们做那个 金银大弹的游戏嘛 而且芬兰公司的营收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他会鼓励更多创新的东西来进行 那上次不是我们也有提到说 Nokia他们就要转型做智慧型汽车 汽车对对 对对这种其实都会是未来可能有有利可图的领域 嗯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 产业如果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 真的必须要另谋出路哦 尤其是像芬兰这样一个 因为他的天然资源来讲的话 呃或是地理位置来讲 并没有说像其他的大国一样有绝佳的一个条件 哦所以说他可能要运用本身的一个优势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像台湾不是也有Google的那个 那个资料中心吗 哎结果芬兰他们居然也要利用地理位置的这个特性 来发展他的资讯中心的产业 我觉得好特别 而且原因居然是因为他们天气很冷 嗯 就不需要花太多散热的费用 哦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的确是有这样的优势吗 对就会变少 对有 他们也算是蛮灵活的在做这个转型哦 对啊 台湾就不热 台湾太热了 对 可能要有很多的水啊 什么的 要做一个降温嘛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网路 网路的话也是蛮绵密发达的哦 所以等于说他无论是人为的条件 或是天然的条件来讲的话 都蛮适合去发展 对啊 就值得台湾接近嘛 对对对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可能我们的政府在考虑产业发展的下一步的时候 也应该来思考一下哦 好 我们今天呢 小米为我们带来几项非常有意思的科技的讯息哦 包括小米手机推出的红米Note 到底有没有这个后门被植入木马城市呢 然后另外就是说在使用手机上面哦 就是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使用手机的伦理好 或是这个礼仪哈 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最后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微软发动了这个优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裁员 而这项裁员呢 的确也为他的这个股价 创下了一个蛮高的一个记录了 好 最后我们有谈到这个芬兰 在做一个产业转型的一个趋势上面 运用本身的这个优势 来做哪一些的这个努力跟调整哦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科技新报应运总监林昌明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 谢谢昌明 OK好谢谢 谢谢